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习到如何用脚外侧踢球。 用脚外侧踢球可以使球绕过障碍,用您的优势脚而不是弱势脚踢球,可以在踢球时更有自信。 优势脚是指您在踢球时感觉更舒服的那只脚。 如果您用右脚踢球,用脚外侧踢球时您会踢出从左到右的弧线球。 如果您用左脚踢球,无线就会从右到左。 用脚外侧踢球时有两个技术重点,支撑脚的位置和踢球的动作。 首先,支撑脚的位置。支撑脚是指不用来踢球的那只脚。 支撑脚要在球后20厘米,对于一个右立足的运动员,支撑脚的内侧要与球的左侧边缘排成一线,对于左立足的运动员则相反。 接下来,踢球动作。用您的脚外侧瞄准球的中心。 为了踢得更有力,用脚外侧的前部踢球。 如果您没有用前部踢球,球会有更多的旋转,但是力量会变小。 利用脚外侧踢球,摇出以支撑脚的位置在球后20厘米处,并且用脚外侧踢球的中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